連續五天確診數在200以下 新增175例本土個案 19例死亡 但疫苗開打後 爆出超過10名長者住死 指揮中心分析原因 目前的死亡個案 那大多數都是高齡長者 而且有慢性的疾病 目前並沒有看到說 因為打了疫苗之後 死亡的這個狀況 是因為這個疫苗所造成的 死亡原因還在追 有兩例死亡個案已經解剖 其中一例是動脈阻塞 心血管疾病 加上急性心肌梗塞死亡 另外一例是動脈硬化 發現三條動脈阻塞 打疫苗後猝死頻傳 有沒有出現還打潮 昨天我們打14萬劑 跟前一天好像差不多 那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看到有還打潮 從去年疫情到現在 指揮中心公布數據 75歲以上確診者死亡率 百分之二十二點七 高齡長者打AZ 頻傳死亡 是不是要改打莫德納 他針對的是高齡的一個 的長者 那做這個疫苗施打 不管你是AZ BNT或是莫德納 他的結果都可能類似像這樣子 施打前由醫生評估 身體狀況死亡個案 指揮中心將繼續釐清 家屬如果有疑慮 可以申請預防接種 受害救濟 3D新聞藏務報導